嘿,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这节课呢 是我们本学期最后的一节课 也就是说这节课是我们的总结环节 以及Jungle服务器安全方面的知识 那么我们在之前呢 讲过了很多的章节 我们今天呢 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讲的课程呢 第一节是讲Jungle和它的基础依赖项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那节课呢 就讲了很多怎么装Python啊 装Jungle啊 Jungle的各个版本啊 还有装数据库啊 这些东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后面又有一节呢 是讲怎么配置Set in Stop PY 然后让它呢 可以支持一些Dickbug啊 或者是Release模式 接下来呢 我们又介绍了出错模板 就是说怎么详细介绍里面 怎么写出错的模板 还有Mem Catch 相关的东西 还有一节呢 专门讲Soyungle MySQL 也就是说里面怎么来调试啊 介绍了一个插件 然后第三章呢 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主体部分 也就是说几个主流的部署方式呢 的介绍 第一节课呢 我们当时是讲一个在本地上 部署一个博客啊 然后第二节课呢 我们是讲了Apachi 还有Mod WSGI 还有Jungle呢 一起来部署一个服务器 那第三节课 我们当时讲的是Jungle 还有Engines 还有UWSGI 第四节呢 我们讲了Tornado 还有Engines 还有Jungle 一起来部署一个环境 然后呢 还介绍了Junicom 还有Engines 还有Jungle 那后面呢 我们又讲了 不同服务器的风铃 例如说一个服务器 静态文件啊 或者是数据库啊 怎么分离出来 然后部署自动化这边呢 原来是有一节是SaaS 也就是说怎么 部署的那个运维管理方面嘛 怎么自动化 那后来呢 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简化成 一节课叫不做重复的事情 这一节课呢 讲的是怎么用脚本来自动化 我们之前的那些步骤 跑一个脚本 然后他就把那些东西都配置好 那这最后一节课呢 也就是总结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节课 总结一下我们之前呢 讲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节课呢 主要还是要讲一下 服务器安全方面吧 就是说Jungle 它本身其实是集成了 很多很多模块 来对服务器的安全呢 来进行检查 那可能大家之前学习Jungle的时候呢 就有市集到这些东西 市集是肯定有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又来一个比较 比较概括的来介绍 这样呢 可能我们后面以后部署的时候呢 更会有这方面的意思 那么我们Jungle呢 它里面自己集成了很多服务器方面 安全方面的模块 首先第一个模块呢 是跨胀点脚本攻击的保护 所谓跨胀点脚本攻击呢 例如说 我们一个用户 他在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呢 会有对网站一些有一些输入的内容 例如说 他提交了某个表档啊 或者是提交了某一个 一个对话框在里面输入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网站呢 经常到最后呢 肯定会去读取这些东西出来 那甚至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是要显示出来的 就好像下面这个 这个标签里面的内容呢 有可能是从数据库读出来的 那读出来也有可能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用户输入的 那他输入 他如果是故意的输入一些 不合 不合法的内容 就好像输入下面这个 一创 一创调用JS的东西 那么很可能浏览器 有看不同的浏览器 有些浏览器 他就会把它解释成啊 这是一创JavaScript 结果呢 用户他就可以对我们网站呢 进行一些 只要有一个用户 他故意写这些东西 那么其他用户可能 也会执行这种JS 那这是其中一种攻击啦 那Django应对这种 攻击的办法呢 就是在他的模板里面 我们Django 他有自己模板语言 这里面呢 很多特殊的制服呢 他都是会过滤的 也就说他会去处理它 那么如果我们在 在写一个Jango项目呢 我们除非是我们确定 某个东西是 肯定是安全的 就好像这个东西 如果是我们自己写 服务器内部实现的 肯定是安全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个 这个标签啊 save的标签 来表示这一创制服创呢 你等会在模板处理的时候呢 就不用再去过滤掉 这些东西啦 就像这种 尖括号啊 还有这些逻辑运算符啊 之类的 包括这种括号啊 什么的 你就不用给我过滤掉 或者是转译 转译成别的制服 就不用了 所以这个save呢 是在用于说 我们确定这个东西 不是用户输入的 是我们自己 明确表示它是安全的 我们可以加上这个 那么它的模板 Django的模板呢 就不会去额外的处理它 这是Django呢 加 就是防止这类攻击的 一个手段之一 那Django呢 还有一个 呃 模块 就是大家可能经常看到的 比如说我打开我们之前的 我们之前的那个博客的圆码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个 它的settings.py里面有一个middleware middleware class 这里面呢 用了很多很多模块 我们有些我们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啊 这里面呢 就就有我说的这个 C 呃 有一个网站 它的Js呢 在用户打开了B帐之后呢 它 它 不是操作自己A帐 它自己网站本身的表当啊 它是 呃 让 呃 去提交B帐的一个表当 你知道我们的表当是 一般都有一个提交按钮啊 之类的 它去操作那个B帐的表当之后呢 这个表当就会提交到B帐 但是 这时候呢 有可能 这个用户呢 它确实已经登录了B帐了 那么 B帐点的服务器呢 它还是封辩不出来 它以为这是用户提交的 其实呢 是A帐的Js去提交的 那么这些呢 要怎么区分说哪些是用户的行为 哪些是 呃 有其他的网站或者什么在搞鬼呢 那这里呢 Jingle它就有一些CSRF保护的模块 这个保护的模块呢 就叫CSRF 呃 ViewMiddleware 那这个默认呢 是打开的 也就是说我们初始化一个项目之后呢 它的setting.py里面呢 就会有这个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刚开始玩Jingle的时候呢 诶 呃 部署了一个项目 诶 刚要提交登录的表当 就是用户要登录的那个框 提交之后总是拿到403的 forbidden的那个错误 那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 这是Jingle 太难用了 什么的 就去搜 说怎么解决 那网上很多 有些资料 它直接就跟你说 你就用一个修饰符 把它禁止了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也不是一个 好的解决办法啊 因为这个模块呢 一打开的话呢 它是针对整账的 也就是说 你提交这些表当 post这些表当呢 必须里面要有一个 CSRF token 就是我们服务器自己产生的一个令牌 有这个的我们就觉得 呃 我们就认为你是我们真正的用户 如果没有这个的 那你可能是假的 就是别人来来提交的 那 用的时候呢 也就说你打开了这个的话呢 那你的表当呢 必须里面有加这一串 那么在模板里面呢 它就会渲转成一串 CSRF的令牌 那如果你自己有 大家有有有去动手的话 应该就知道这个事情 那否则呢 你没有这一串呢 你这个表当提交之后 就会得到403的错误 那么这个配置是对权战生效 那如果我不想 不是所有的view都是需要去注意这种东西 有一些view里面可能是会有 呃表当提交之类的 但是有一些根本就没有 那么你也可以不加 呃 又说你可以在某些view行数前面呢 加上这个修饰符 啊 例如说你有一个行数啊 就类似于这样的行数 你如果在前面加上这一句修饰符呢 就表示这个东西呢 是需要检查有没有这个东西 CSRF的令牌的 就是这样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呃 还有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呢 是settingspoi里面可以加一些配置 就是说我 呃 我我我只处理来自我们自己站点的post请求啊 有你如果别的站点post过来什么表当 我是不管的 是不是要返回错误的 那也有这么一个配置 那么我刚才说有很多文章呢 会指出说啊 你在那个出错的那个行数前面 加上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行数呢 不用来检查这些东西了 那当然他就通过了 但是这里留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跨障点请求伪造的这种攻击 它的漏洞 所以呃 这种方式呢 就是除非呃 在在Jungle的官方文档也是这么描述的 就是说除非你确定 不得不加上那你才加上 并不是说随便 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就不用检查的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呃 吸口注入了 吸口注入 大家呃 做网站的可能就经常有听见 那么他是在吸口语句里面呢 注入呃 写上一些隐藏一些故意附带的脚本 然后让他去数据库里执行 那Jungle对付这种呃 办法呢 他是有一个Q reset Q reset呢 他会自动跳过这一类隐藏的脚本 也就是说有一些呃 他要检查到哦 也这个东西可能并并不是需要的 可能是用户故意带的 他会自动的隐藏 那么还有一种叫呃 呃 点击斜持呃 劫持攻击保护 这个呢 呃 正常呃 经常呢是发生在 例如说 隐藏点A 他把隐藏点B呢 直接就放到自己的一个flame里面去伪装 然后隐藏点B呢 它是一个购物的隐藏点啊 例如说购物隐藏点B是一个购物隐藏点里面有个确定购买的按钮 那么隐藏点A呢 它又有一个按钮 例如说点账 那么当用户点账的时候呢 隐藏点A其实它是呃 让这个隐藏点B呢 去调用一个确定购买的按钮 像这种的就是点击截持 那关键呢 它就是隐藏点A呢 它把一个隐藏点B的东西呢 放到一个flame里面 呃 那这样的话呢 而且让这个flame呢 用户是看不到的 那你点了它的按 像点了隐藏点A的按钮呢 其实相当于点了隐藏点B的某个按钮 像这样 这种呢 呃 django呢 防止这一类劫持的方法呢 是在middleware里面呢 加上这个模块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默证应该也是有打开的 这个 呃 explain 就是这个对 默证也是有打开的 那么这像这些呢 就没事就不要随便去伤掉它 还有一种 保护我们隐藏点的方式 当然就是 比较安全的就是开启 https了 但是这些呢 又比较麻烦啊 不是说我们随便 去 而且它本身 会有额外的开销吗 那么 呃 具体的配置呢 大家应该去看官方的文档 那我这里列出来只是一些呃 比较常用的配置啊 就是set setting.py里面可能用到的一些配置 那还有呢 就是 我们的django网 网站部署出去之后呢 我们呃 经常是跟一个域名绑定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allohost 里面呢 来做一些安全的检查 也就是说 呃 例如说我的障点的名字 例如说我的障点呢 是叫example.com 那么allohost呢 我们可以配置一下 这样呢 防止说 并不是我们障点的 又也老是发一些请求过来 那一般是像这样配置 啊 当然也 他这是一个列表 所以可以有多像 那像这样配置呢 他就基本上 呃 只要是从example.com过来的 他都会允许 但是你如果是从别的网站过来的 那就麻烦了 他就 我们的django呢 就会挡住他 就不让他来做一些请求之类的 这也是一个防范的方式 那django他本身自带的这些服务器安全的 呃 模块呢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些课程呢 今天呢 就算是呃 已经全部完成了 django部署 我这里 节数非常少 但是每一节课呢 都是平均每节课呢 20分钟 呃 但是我 每一节课 备课的时间呢 是超过三个小时的 也就说我尽量把 三个小时的课 压缩成了20分钟 所以大家 平时可能看我一节课呢 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下 呃 每一步怎么走 其实呢 这背后呢 就是服务器的 大家也清楚啊 就是一个系统 就就算同样是santos 也有可能有些人去同样的操作 而他没有错 有些人有错 那像这样的情况呢 都是 也是需要自己去百度啊 或者是google啊 找一些文章来配置 呃 我把 其实基本每一步 我都是自己先做好了 然后 呃 再写进去 最后呢 就把 系统还原了 然后再 再来讲一遍 像这样的 所以他 呃 每节课呢 大家看起来啊 我这 这个 Jango项目部署里面 呃 这么少的东西 其实每节课的 呃 背后的那些努力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并不是说 呃 因为我完全可以把这一 这一个课程呢 讲的一大 一大堆 这里 封成好多好多 节课 这里封成好多的 但是没有这种必要 所以我们 讲的那种呢 就说 呃 精炼而且少 但是呢 我们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 目的呢 一开始说的 要介绍他的各种 部署的方式 然后就像这些 附带的东西呢 是呃 就像我说的 是我们更加的 呃 focus在 怎么来 嗯 学习做事情的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 解决问题的方式 呃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 需要学习的 因为像 比如说我们的 主流部署方式 你用这个也可以 用这个也可以 用这个也可以 你没并没有说你非得 用其中某一个 但是呢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呢 我们更 更多的是学会了 哦 如果像这样 我们就应该这样 呃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呢 是通用的 就算你不 不学 建构 你去学其他的东西 或者是 学习一种语言 它也是通用的 所以我们更加的 嗯 我们同学呢 应该更加的把 精力放在说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上面 那我们最后这节课呢 就跟大家 say bye bye了 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 呃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之类的 呃 也可以请教 麦子学院的老师 当然也可以 嗯 给我留言 那我有时候会上去 给大家做一下解答 那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 呃 感谢大家的参与 呃 拜拜 拜拜 好